这个什么斜线变成那个底线 里面如果你要变成年月日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有哪些函数可以用 因为这部分的话 其实这个跟VB还蛮像 VB早期 那我刚讲replace 你可以从那个说明里面找到 相关的说明 其实在这边都有 他这个在问号这个说明里面 我们不知道根本有没有跟各位讲 或者在我的那个好像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放一个VB help的档案 里面有说明 那这边有一个程式员参考 参考里面就有个函数 函数里面呢 如果R的话应该是这个QR R的话有个replace 这边有个replace函数 这边也有啦 那所以如果你要增加自己的那个VBA 功力的话 所有的函数看 或者相关的有关那个什么VB函数的书籍 也可以拿来参考看看 参考 因为基本上 就是说像自串方面有自串方面的函数 比如说我今天要年月日的话 那你可以 就是说 假设第一个斜线 找到第一个斜线 就是年 第二个斜线就是月 取代成月嘛 然后在后面日期 看加上日 这个可能要思考一下 那怎么去找那个相关的斜线的话 给各位一些些方向 我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想想看 如果要查的话 有个叫做instr instr的一个 这个叫做查询的函数 就是说你要在某一个字串里面 找到斜线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 他在第几个字出现 第几个字出现 那你可以取代成哪一个字 你在用replace把它取代掉 你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个字取代 我想这个部分可以在思考上看 instr 然后诸如此 另外还可以配合什么呢 配合那个mid函数 我想mid函数前面我们用过了 mid函数多半就是切字串 反正哪一个字串 跟哪一个字串组成 如果你要做的 可能如果你们老板突然说 这个底线可不可以帮我改成年月日的话 那你恐怕就要去了解这些东西了 但如果他还好的话 那就 其实不过我觉得一般使用上 你加的底线看得懂 就已经差不多了 那其他的话 如果你要更深入的话 不妨可以了解这些东西 ok 好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基本上你会发现 要产生一个查询系统并不困难 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你所有里面 是所有语 程式语言里面 提供有录制聚习的功能 因为在其他的所有语言里面 没有一个语言是提供你录制 产生程式的 所以他自动会帮你产生程式 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学习重点应该摆在什么 摆在你那个逻辑上面 还有就是说录制完之后 你怎么去给他注解 然后把不需要的程式修 就是把他